大家好 非常的震惊 也非常的愤怒 上一个视频说了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那个女老师在课堂上的不当言论 她的不当言论 否定了历史 否定了日本清华 为日本洗地 而且否定了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 这不仅仅是南京啊 这是整个中国 只是南京比较突出 因为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显得就更为严重 因为当时中华民国毕竟是合法政府 那是这个合法国家的首都 在这个中华大地上 在首都犯下了这种累累的罪行 那放眼全中国呢 这个证据是非常多的 像上个视频说的 不管是日本东京的审判 对吧 而且日本投降之后 在南京被战犯也进行了审判 证据是非常确凿的 不仅当时证据确凿 当时有很多亲历者的 包括日本的这些战犯 也都如实的共认的罪行 对吧 30万这个数字啊 是只少不多的 实际上呢 目前来看啊 应该能达到50万 比30万要多的多 而且在南京 有遇难者纪念墙的 也有纪念馆的 纪念馆有很多研究人物的 对吧 研究学者的 这些学者们 各种的统计啊 史料都是非常详细的 自己什么也不看啊 就在那张口户来 自己编一套逻辑 然后啊 在这个逻辑里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 简直是啊 失去了良心了啊 没有道德失去良心 这种事情有什么可洗的呢 我今天看好多洗地的呀 洗地的太多了 而且不仅仅是洗地的 那么这条视频的上传者呢 也信息完全被公开了 姓什么叫什么 手机号住哪哪人 网上呢掀起了大规模的网报 呃 那么这个视频的发布者呢 那么也遭到了啊 大量的网报 那么他说呀 自己是西安的一名普通学生 他其实并不是 这个课堂视频的拍摄者 他只是上传了这个视频 他说他是在QQ群里 看到了宋女士的视频 呃 是5.35分钟的完整版 那么他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 出于激愤将视频发到了微博上 希望这样的错误言论 能够被纠正 希望大家能够铭记正确的历史 之后呢 他就没有关心这个事情 呃 但是啊 后来事情开始发酵 传播 那么上海震弹学院也正式调查 并做了处理决定 然后啊 很多人就私信他 呃 反正就是对他进行的谩骂啊 同时他的手机呢 遭到了大量的验证码 短信的轰炸 同时骚扰电话 没完没了 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 呃 他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对吧 呃 同时呢 他也报了警啊 相信警方的力量 我们也相信啊 这个事情 能够得到很好的结局 那么后来他也说啊 这些骚扰他的 呃 电话呀 短信呀 都带着他本人的姓名 等等啊 他的个人信息泄露的是非常非常多的 同时呢 网友在网上也找 泄露他个人信息的 人是非常多的啊 呃 其中呢 也包括体制内的 啊 譬如有个叫斩江的 这个人呢 呃 是海军啊 在海军服过艺 那么后来呢 呃 就去做了教师 他先是在 呃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新闻与传播系任教 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新闻与传播系的教授 那么之前呢 还在报社啊 还有央视 都从事新闻工作十多年 而且他是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系的啊 法学的硕士 哎呀 新闻啊 央视啊 等等啊 这个央视啊 这个人也不少 对吧 之前也暴露出很多很多 呃 新闻传播学院呢 也不少 之前有一个 是人大的还哪的的 新闻传播系的教授 对吧 在这个微博上 也是各种的反制 反华 愚蠢的言论 那个教授叫啥 我忘了啊 那这个斩将 对吧 就是北外新闻传播系的教授 啊 还有另外一个啊 呃 叫什么 我忘了记了啊 他是一次啊 一次是现在武汉市 新川区的前 行政审批局副局长 和检察院的副院长 啊 关还不小 对吧 他们都转发了 就是传视频者的个人信息啊 而且附带着攻击的言论 等等 首先啊 这个攻击人家 你凭什么攻击人家啊 啊 你这个数典忘宗 忘记历史 你还有理了呀 另外一个 泄露人的个人信息是违法的 会给当事人带来很大的困扰的 没有人比我更懂这个事啊 我现在还偶尔还会叨到短信轰炸的 对吧 那么同时呢 第三个 对吧 这班人动不动就讲了 哎呀 这个不民主不自由啊 这个体制内啊 但是他们都是体制内的 这就很荒诞的事了 对吧 而且啊 我看这几个人啊 都在讲啊 告密告密 又是告密文化啊 又是文革来了 极左来了 红卫兵来了 又是告密文化 是吧 太荒诞了 你譬如这个 在当年 有一个叫杨达才的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他好像是交通厅厅长啊 还是交通局的 忘了啊 还是局长的 对吧 在一次事故现场 露出微笑 被记者拍到了 放到了网上 对吧 网民很愤怒 纪委介入调查 被免职问 那你说这 这叫不叫泄密啊 那记者无意拍到的 传到网上 这叫啥呀 当然这边人讲啊 这个杨达才是体制内的 那教师不是体制内的呀 他们会讲 杨达才花着纳税的钱 那你们这个教师 不花着纳税的钱啊 你的不纳税的钱 你的什么钱啊 那也是纳税的钱啊 他真觉得自己当了教师 高人一等了呀 你还真觉得你水平 比c高的多呀 对吧 其实呢 很多呀 其实帮我们都上过大学啊 这大学里这种人啊 多得去啊 这些老师啊 对吧 尤其是讲实证的 或者是一些政治课 政治公开课的啊 我们那时候叫大课 所以呀 这个以前就说呀 对吧 这个老讲啊 加强高校思想意识形态 那问题是 教思想意识形态的人 他就出了问题 这怎么能行呢 其实这个事情啊 也就证明了这些啊 而且这个事在微博上 闹得这么大 超出我的想象 对吧 对这个上传 上传者这种大肆的攻击 肉搜 对吧 短信轰炸啊 在微博上 特别多 转发的特别多 辱骂的特别多 这让我感觉非常的震惊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非常震惊啊 非常震惊 包括他们说的这些东西啊 对吧 你能看到啊 和几 或者和几年前的公知 和我们在推特上 这些读着运呢 讲的都差不多 都是一套的话术 都是一套的话术啊 这个还是渗透了一批人的啊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注意的 同样的啊 这般人动不动讲啊 告密告密 什么叫告密啊 对吧 这有什么秘密可告啊 这就是公开课 上课讲的都公开东西 有什么秘密啊 从头到尾都是公开的 签保密协议了吗 上课学生和老师 还要签保密协议吗 没有保密协议 所以没没法协议 告什么密啊 对吧 动不动就告密文化盛行啊 就是这个极左又来了 黄卫兵又来了 不让人说话了 告密文化盛行 要不就讲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啊 呃 不能灌输固定的知识 否则是标准是答案 瞎扯淡吗 什么叫独立思考啊 脱离了知识正确 哪有独立思考啊 独立思考不是瞎思考啊 而且对吧 你说大学培养人才 首要任务是什么 就业啊 独立思考 你看看对吧 企业优秀好企业 那个招聘 那要求 简历 要求什么学校毕业的 要求你熟练掌握什么东西 人让你思考吗 你去腾讯问问 对吧 要不你去外国企业问问 你去谷歌问问 你去Facebook问问 你去那些但凡好的企业 你问问 人家的招聘要求 人家让你熟练掌握这个东西 你跟他说你这不对 你要独立思考 我有不同的看法 看法个屁滚蛋吗 你 HR理你啊 两脚给你踹出去 对吧 这是很现实的 很现实的 很现实的 对吧 哎呀 现实的问题啊 还是回到现实里吧 当然这个不是要说什么现实问题的事儿 而如果这个事太荒诞了啊 而且我看还有这个 要给这个 这个 这个震担职业学院这个教师 集资捐款 还讲什么 对吧 为人报心者 不可使之 洞壁于风雪 这个话太熟了呀 包括之前的 李文亮啊 他那个张展啊 太多了 都这么讲 报了什么心呢 对吧 还有陈秋实啊 他报了什么心呢 哪个都是什么 为人报心者 不可使之 洞壁于风雪 这个震担职业学院这个教师 到底报了什么心呢 荒诞透顶 荒唐透顶 无耻透顶 简直吧 对吧 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震惊 非常的愤怒 也非常的可气 对吧 怎么会有这么一帮这个狗屌草的 怎么会有一帮这种人呢 甚至会想中国内部怎么会有一些 这种人呢 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货色呢 到底是一种什么人呢 干出这些事来呢 哎 想想啊 都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可气啊 那么同样的啊 这个视频上传者 他也报警了 希望警方呢 能够保护好他 在网上呢 包括他的个人信息啊 都能够保护好 都能够保护好 对吧 要严查网报学生的人 对吧 那我觉得这种网报呢 也应该按犯罪处理 应该是犯罪的 对吧 而且涉及到个人信息的泄露 怎么也得那个拘两天啊 要不然算啥呀 我看那个视频上传者 微博发的啊 对吧 那短信轰炸辱骂的太多了 很多短信啊 其实就是国内的手机 其实能查到是谁的 能查到是谁的 不管多少 就去忙 再给个训诫 对吧 那好了啊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啊 同样同时啊 还说一下 我觉得这些人 其实可以挖一挖 会不会有一个网呢 这个网背后会不会会有一个行走的50万呢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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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